从来没想到过三姐会摆 在我看来不是三姐不够强 而是太年轻不像白索成 可以使出那么阴险的招数 当汉奸可以说是 整个缅北最不齿的一类上位方式 行 让我付出血的代价 我人就在这里 对 让我见个血试试 话音落下白索成 缓缓抬起自己的右手与胸平起 与此同时白家的缅兵立马 将枪口对准了我们一行人 只见三姐一脸从容云淡风轻地 看着白索成一言不乏 呵呵 看来放狠话的伎俩 不愧是十四岁的 就接过木姐大旗的人啊 这次要不是我让老缅政府军 发动对木姐的突袭 说不定我还真的会折在你的手里 行了 没必须要在这里 说废话水视频了 你想怎么做就做 我等着的呢 呵呵 小丫头 这次就当是我替你父辈上了一课 回去带我替你长辈问好 都把枪放下来 话音落下白家的缅兵 纷纷将自己手里的枪放下 我一脸诧异地看着白索成 不知道他到底想要干嘛 三小姐 以后可没人会给你上这样的课了 你我都是汉人 我知道的你的远大目标 所以先去完成你想要做的那些事情 我舍不得杀你 我也不想看到老缅政府军完全占据木姐 一旦木姐被老缅完全掌控 下一步 应该就会对小猛拉瓦帮出手了 我可不想为了一己私利 让我整个白家陷入消亡的境地 三姐一脸唏嘘地看着白索成没有说话 其实白索成所说也为实话 缅北四大特区基本都是汉人 而自从白索成通过当汉奸上尉驳赶后 其他三个特区的领导人都是不齿的 一旦老缅政府开始逐一击破 那白家首当其冲就是被报复的对象 对了三小姐 告诉你一声 今天吞司令会撤军木姐住房到其他地方 时间定在今天晚上凌晨三点 你这个时候返回木姐还有准备的时间 白索成说完三姐微微一笑 我们谁都没想到这个时候白索成居然又主动地出卖了吞司令 好的白主席 我知道了 三小姐知道就行 切莫声张即可 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来啊 把东西交给三小姐 话音落下 白家的缅兵抱着一个盒子走过来 一瞬间我们所有人都好奇地伸头朝着盒子里面看去 武营长的向上XXX特然出现在了盒子里面 白主席 感谢了 呵呵 三小姐不必客气 都是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我白索成也特别讨厌这种行为 要不是他 或许三小姐你不会失败 白主席 我们两家事情就暂时先放一边 只要你们不对刘家郭老五女婿柯总 以及皮炎子他们一行人出手 我也不会对你白家出手 听闻此话的白索成眼前一亮 这个本来就没多大的事情 在果敢家族之中 手下人打打闹闹 再正常不过了 柯总那边 我白家不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皮炎子这堆人 我也不会难为他们 毕竟他们赚到的钱全都花在了果敢 也算是促进了果敢发展 得到白索成嘴里肯定的答复后 三姐点点头 随后白索成将虎营长的尸首 全部交给三姐后转身 带着白家的免兵离去 三姐四姐也同我们坐着告别 分别上了各自的车辆后 我和阿七立马返回果敢 将今天发生的事无巨细的 全部告诉成哥和刘总 众人这才放下心来 皮炎子拉七 现在事情解决了 我们需要尽快恢复公司的业务 这事情你们俩就先去办 我这段时间要去照看下老王和阿森 成哥说完我点点头 随后带着阿七 开始给公司剩下的众人分配任务 皮炎子 你还记得那个哑巴布 记得啊 我呛 这么多天没人管他 不会饿死了吧 走 去看看的 我还蛮欣赏他的 来到了小黑屋 哑巴真的已经饿得不成人样了 面如死灰的看着我们两人 饿坏了吧 你现在也不能吃太多东西 你先喝点牛奶恢复一点体力 等哑巴喝完牛奶稍微好转了一点点后 阿七将哑巴带到外面酒店洗澡换了身衣服 出来后哑巴一脸警惕地盯着我和阿七 而我也一时间搞不起阿七在做什么 你不用怕 我们也不会伤害你 先吃饭吧 等会我会给你一笔钱 你自己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好好的活下去 感受到阿七善意后 哑巴点点头但丝毫没有放松下来 见状阿七微微一笑从兜里拿出两万块钱 放在了哑巴的面前 这个钱你拿着 好好的活着 别死在这边 走吧皮炎子 说完阿七起身走出了房间 我看了一眼哑巴后也从包间走不出来 七哥 真放了他 嗯 最开始我都没想杀他 他也不容易 现在我也变成了这个样子 我更能理解这些人了 让他自己自生自灭吧 话音落下阿七没再多说什么 我们两人头也不回地朝着公司走 没想到那个哑巴也跟了船 一直跟到了公司的一楼大厅 皮炎子 你在这里等我下 我看看哑巴到底想要干什么 七哥小心一点啊 这个哑巴不好对付 等阿七走到哑巴身边后 口手并用的和哑巴交流 连地等了大概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后 阿七一脸微笑地带着哑巴走到我的身边 呵呵 哑巴想跟着我 你觉得咋样 七哥 你自己要想清楚啊 哑巴可是老板的人 一旦哑巴动手到时候你就危险了 我知道 放心 没事的 见阿七这样说 我便没再多说什么 要哑巴真的能为阿七所用也是好事一件 毕竟阿七那边的工作也需要人帮忙 也或许和哑巴在一起阿七更加能找到归属感吧 毕竟说句不好听的 他俩都是残疾人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公司的一切也慢慢地步入了正轨 阿森和老王也出院了 不过他们一次都没去过陈哥的办公室 陈哥 你也不要对三哥王哥生气 时间久了他们俩就好了 但愿吧 之前我在医疗房照看他们的时候 只要我每次进去他们都选择假装睡觉不见我 可能我真的有点伤到他们吧 没事 你忙你们的 先让他放纵一段时间 回到公司的阿森和老王每天只有两件事情 白天出门去播菜 晚上喝酒之后去会所娱乐 让我感觉到诧异的是 这段时间子弹头一天到晚跟他俩的身后忙前忙后 一开始我还以为子弹头成熟了 想着能照顾老王了 于是我便想好好点播一下子弹头 这天晚上下班后 子弹头准备出门我将他叫进了我办公室 子弹头 这段时间你是不是和森哥王哥他们天天混迹在播菜场 我话说完子弹头一脸心虚 你直接说就行 我不会怪你的 今天只是想和你聊聊天 对的 但是我可没有读 就是看他们玩 真的 我不骗你 听闻此话的我细血一笑 打算炸一下他 子弹头 你的事情我都知道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说的这些吗 我说了不会骂你 我保证 我话说完子弹头轮在了原地 眼神几番试探后 一脸委屈地看着我 我自己的确忘了 但是我自己能控制住 你放心 我真的能 好啊 老子一下就炸出来了 之前皇家里划的是你忘了吗 还有 王哥森哥他们赚的钱这辈子都花不完 而你呢 你怎么就是不长记性呢 看着子弹头一脸愧疚的样子 我也没再多说什么 算了 说再多也没有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出去吧 我是真的恨铁不成钢 明明都经历了这么多事 这个子弹头还是没成长起来 关键是他现在也不是普通的小猪子 第二天上班后 阿七安排子弹头去采购一些机器 等子弹头走后 我将新部门那边的员工也召集到了老部门这边 今天占用大家一点宝贵的时间 你们当中有哪些人给子弹头借了钱的 一会儿去我办公室登记 就这样 说完我转身走进了办公室 结果等我刚坐下 办公室的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 最后一番统计下来 子弹头竟然一共借了340多万 此刻我连杀了子弹头的心都有了 等所有人走后 我打开保险柜将钱全部拿了出来 清点一番后还差220万多 随后我找到了阿七 这个子弹头 好端端的借这么多钱干嘛 菠菜呗 还能怎么 好了七哥 不说这些 你这边先给我拿220万吧 你不会是拿这个钱给子弹头填账吧 你这样做试害他不是帮他 你帮他擦了一次屁股 下次你还要帮他擦 总有你补不上的时候 七哥 我知道该怎么做 那行 我去给你准备钱 等阿七走后我立马拨通了子弹头的电话 不管你在干什么 立刻给老子滚回来 不然老子打断你的腿 哀 什么 我们 Dynam 我们 ports 我们